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遥控拉力车 可以翻车了 大家看看有多强这个遥控拉力车 简直了 这是一个暴力驾驶的一个暴怒的一个东西 它的时速最高可以达到64公里每小时 60公里每小时给大家看看 哇 而且它的底盘耐造度超级强 翻车那些都没问题 能上那个坡吗 上不了 没法越野 你看这个车的手柄很简单 就是这个样子左右 然后这个按钮是控制前后的 就这么小个东西 能操控大概多少米 就一百多米 也就是一六年人都看不到了 这个地方玩 这个必须要产极大 太帅了 你看看这个车的特性 其实它的外壳非常的 就是塑料 很薄的那种塑料 但是它的底盘主要是看底盘 你看这个底盘耐造层 全是钢板 超级厚的钢板 然后给大家看看它的减震 避震器的 能放在里面 这个避震系统太可遇了 这个 哇 其实不是特别复杂 但是它的环震太牛逼了 这一台避震器了 是一台四驱车 给大家装饭 它开了百分之百的速度 我来试一下 第一次驾驶这个车 到底啥 我就开出线就啥 哇 找 这杂子哦 你看看到底有没有人 撞了一个这个洞这个东西 哇 但是太特别近传 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哇 这个我已经不敢开了 来 交给你 嗯 来 驾驶 你把别人看话就不敢开了 哇 走路都带风 太空服了 这个 好了 好了 它也太强了它的马力 大家喜欢这种超快的玩具车吗 给大家看这些车的配件 准备把轮胎给它换成这种光头胎 这样子就可以越野啊 找了一个更大一点的走出场地 专门 哦 飘移的场地 好了 好了 我换上我们的光头胎 现在准备飘移了 走着哦 它飘移的速度就慢 特别多了 你看 基本开不快 但是 必须要场地好才能飘得起来 哦 很帅很帅 全程飘移的就是 好 我就把它轮胎换成正常的 你看 换成正常的轮胎之后 马上又游如一头猛兽一样 到处乱窜 好 我们刚刚改换的是一套越野台 它在这种草坪上面 可能是暴力驾驶 我的天哪 前天在打滚 可能这又继续开 下面要速度于运行的电影 我们电影就是因为找着摩托车 好爱的吧 你看 暴力驾驶车 全是石头在里面 剪辞了 拆开车就剪辞了 全都是 出一样的东西 拆了好电视 我们继续干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直接不带壳的去开 就简直了 这个一摔就直接摔到 恶心内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